字幕志愿者 英国 大家是几个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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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1日 摩里萍牙 以及我想他自己也不想說出這樣的數據 不過既然你問到了 Google都嫌你煩 所以就將這個香港政府的提請那個數據就交了出來 這裡近日接連接二連三的 有大型國際賽事不一而足 包括舉重包括七人籃球賽 無論比加超是支持的賽事也好 或者不支持的賽事也好 以及換上斯里蘭卡奇又播英文的那首榮光 無論比加超他知不支持的七籃也好 又或者其他的賽事也好 人家就擺到名落裡面的 但是這班沒有華老虎了 你知道國安大公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是撞頭埋場發脾氣 不是 只顧炒樓而已 沒有空管 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方大旗手揭示的香港政府是幾個無能 港府要求移除147項目 Google的完成度 是多少 18% 18%是很fair的 如果你看到今天 東方大旗手就補足了 那18%到底是什麼 還有你可以看到那幫這樣的卡拉蘇 怎樣自編自導自演 Anyway 由於他未能夠限制到人家的搜尋結果 於是他就生虧這樣跳 大會播錯國歌 寫錯這個歌曲名稱 各樣 其實是寫對了 等等 令他說要嚴正追究的 那結果怎樣 我都說了 你李子敬上人家office 交下那封信沒有些誠意 你是不是至少 第一 你有沒有跪啊 第二 你有沒有見到人家的CO再遞信啊 哎 你知不知禮手人家扔了落截子了 你不信的 你問人家拿回封信 看看能不能拿到 話說港府早前 就向互聯網公司Google那裏 嚴正反映地說 搜尋器 就將香港國歌 以錯誤的方式呈現 令人搜尋到這個榮光 其實Google搜尋不到 都沒有用的 因為 根據最新一單 他找到英文版本的榮光 是因為 他使用到另類的瀏覽器 不是內定那些 你又怎能夠 去限制到人家用哪個搜尋引擎呢 我都說了 你又是設立個 播歌專員 他又不肯啊 黑衣工啊 Anyway 那香港政府呢 這裡原來要求個 誒誒誒誒誒這麼多 像147個項目 要求Google這個公司呢 好大價 全球十強啊 就移除為例的歌曲 他為的只不過是香港政府那個例而已 他都沒有為到 美國方面的例 沒有為到澳洲方面的例 更加莫說說 英國方面的例 所以啊 很多的KOL移民了英國 或者澳紐美加其他之後呢 就將自己的channel轉了去其他國家的註冊地 基本上 他那些法外管治權 看看他有沒有效囉 結果來說呢 就似乎是沒有效的 沒有華老虎的 一個客製 阿崩叫狗就越叫越走 那就話說最近呢 Google 你玩嘛 好 跟你玩 於是乎就公佈了一個transparency report 那你留意啊 並不是香港政府想發佈出來的 而是Google發佈了出來 東方大旗手引用 去顯示這個香港政府的無能 去顯示中國共產黨的不堪 欺滅中共 當時清江了 就是小小事都管不好怎麼搞呢 是不是 那話說 香港政府是要求公司 移除那些叫做為例的歌曲 那但是transparency report就顯示 一年之間 香港政府 向Google提請過33次要求 就藉著這個 港區國安法 隱私權安全性誹謗等等的內容 就是已經七情上面的了 用過了所有的 符筆的了 有些人呢 就非常支持香港政府這樣做的 對他有利嘛 那你就見到那些人雙重標準 Anyway 總共來說 那裡牽涉到147項的項目 但是Google相關的公司 只是移除了18%的相關影片 情況是 根據當局說法是極不理想的 那會不會好像比加超說 誓言追究到底呢 看怕都不行 因為去不舉的 也就是氣功的最高警戒 肅羊入腹 還有 東方大旗手很明顯 就是為了 懷疑他的痛處 所以就將 他那個職效 你說KPI 是不是 IPK 調轉就 羅列出來的 你既然要人下架了 那成不成功啊 所以他就說了 學者 就直戚 學者 誰學者啊 巴基斯坦博士 自覺佩範是不是啊 十成熟 他說直斥 有關的情況不理想啊 那你要KPI啦 人家學者給KPI 你沒有名的又是 認為警方 和港府呢 對Google是不夠積極 又質疑啊 面對著跨國企業 和外媒的時候呢 香港政府 就好像沒有牙老虎一樣 就不是駱惠寧說那個 行必孝就孝必果啊 也不是國安大公說的 那些什麼跨域管治權啊 跨域炒樓權都沒有啊 他都是原地踏步 在香港那裡炒香港樓而已啊 而東方大旗手之所以啊 去引用其他那些 博士啊 學者啊 講的話 又不認名的時候呢 就是萬一追究起來 喂不是我說的嘛 他講的而已 那至於為什麼 一百四十七單要求 Google移除的案件裡面啊 人家沒有理他啊 都還會有二十二% 是有人理他呢 原因就是因為啊 有二十二%那些 國安大公瀏覽的網頁 他真的有放上YouTube的嘛 那這裏 網上不良資訊泛濫成災啊 屠獨兒童青少年啊 東方啊 他講到啊 早已報導有關的事實 例如YouTube這樣就充斥 大量那些 跟著他有貼啊 嘩打完格不是你貼的 作為傳媒 這樣不是幾好的啊 對那些小朋友 就包括有那些色情啊 那些暴力 那些血腥 悔淫悔道等等 還有 他顯示了啊 這個警方呢 是抬功了 就是完全沒有動作的 我見共產黨是沒有權威 警方呢 是完全失職的 七二一不見人 八三一打屎人 他講到 曾經寫過很多次信 啊 就交給這個 警務處 電影 報康 物品管理辦事處 啊 就作出檢舉啊 投訴啊 等等 原來餅強那些 是從來都沒有做事的 那至於東方大 其實我講到啦 有人 用他的那些影片 which我沒見過啊 哈 放上美國Google的 旗下網站 YouTube那裏 吸引人家眼球觀看 他這裏講到影片喔 人家鬼又用他的影片啊 那另外 他說啊 有些是他那些獨家圖片喔 那麼厲害 你打Google這個字的時候呢 網上周圍都是這些圖喔 他要是不要放上去啦 是不是? 那還有人家 好心他啦 小氣鬼 他拍的那些圖這麼噁心 鬼有空拿嗎 實際上呢 就告訴大家 這個是東方的報道的意思 好在呢 我純粹啊 我不會整幅貼出來的 我只是貼過東方水印 啊 加幾隻字的 讓大家知道是他 因為大家知道之後 你就自己去那裏看囉 幫他扯流量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屎雞餐飯蓋啊 還有 又再一次啊 透露了 之前不是一直說的 有個叫陳偉強的嘛 這個人的身份啊 聽實啊 他那個名銜 香港理工大學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 陳偉強 一早說了啦 他請了些二打六四專欄的 原來啊 一直說自己是大學講師 就是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 不是那些什麼厲害啦 差事來的 如果不是一早 就大大隻字寫著香港大學講師啊 香港理工大學講師 是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 還有 你找陳偉強出來寫專欄就可以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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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你說幾個沒有公信才行 不過不要緊啦 他講我們照聽 他就說了 自從2019年 香港面對的問題呢 就不是個別事件 而Google啊 一直都只不過是 敷衍了事 所以他認為啦 警方是沒有盡力的 不可以用不評論事件 就輕輕帶過 說還要踩多腳喔 他又講到了 真是在商口那裏 即是如果你去北極的屎坑他都可以去到的 但這些以美國為基地的媒體啦 向來無視這些問題 所以呢 警方在追究上面呢 有一定的難度 真是正啦 無疑可作出全球的拘捕 那但是呢 在追究上全有一定難度 那你什麼叫全球拘捕啊 即是你陳偉強 就有能力與妻子行防了喔 那但是呢 在交配時候就全有一定難度 那你就不舉咯 啊 不過他這裏講緊這個警方 他又認為啦 警方可以向這些公司的香港分佈呢 試過啦 李梓敬那些 就提出嚴正交涉 他講的東西人家做過了 只不過就沒什麼誠意 你應該等人家的CO在這裏 才遞信啦嘛 不是喔 劈低這樣就走啊 現在人家禮手劈了下垃圾桶啦 你問人拿回信看看 不過他提出 警方可以向這些公司的香港分佈呢 提出嚴正交涉 邀請香港方面的高層 他沒有設置高層那裏閉呢 只有那個小妹 那反處調查 讓他們感到壓力 如果不是 就以為怕了他這樣說喔 那這裏這句句子可以化身為呢 就說這個 那個餅強等國安大公 就掛著炒樓 辦事不力 任由共產黨租人侮辱 天啊 中共出現當事清江 所以你見到啦 東方大旗手是直接這樣說你不舉 是直接的哈 他又指出啦 在殖民時期 原來香港有殖民時期的 大家聽不聽到啊 陳偉強講的哈 什麼以前那個不是不認了嗎 現在 現在又說有殖民時期了喔 OK 聽著他講先啊 記住啦 九七年之前香港是殖民地 OK 九七年之後呢 就淪陷了啦 但是根據界限階公約啊 即是南京那條條約 你界限階以南啊 就是各樣了給英國人的 就不應該拿回 界限階以北那些新界呢 租借九十九年 這些叫逆權侵佔 也都應該歸為英國的財物 但是湯家驊這裏是獻計的喔 又看一下他成不成事 這裏大家可以密切監察了 假若啊 Google這個平台呢 是依據香港政府的要求 移除了這個榮剛的時候呢 那大家就可以向這個 美國政府提高 因為人家並不是在香港 伺服器那裏上載的OK 今時今日 大家打的時候 都仍然是找到榮剛的 那個結果的 文匯報這裏講到了 Google就未刪 維國安法的七部片 湯家驊就說 政府可以向法院呢 就申請強制令移除影片的 那這裏呢 文匯報就給個難題 這個比卡超了 他是這樣說的 香港傳媒就Google 未有移除這些影片的原因 就提出質詢 Google呢 講到未依要求移除內容 那其實原因可以有很多的 有些要求可能不夠明確 你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怎樣不夠明確啊 你就算明確啊 人家都是不移除的了 你吹呀 不確定政府機關希望移除哪些內容 你會不會不明確到這樣啊 你都講明哪套片我不想要 那另外啦 文匯報向警方查詢的時候呢 他有特權的啊 其他報章不行的 警方的回應就是 不評論個別的個案 這個不是個別個案啊 這套片都是這樣 已經是四回了 怕你不懂聽 就換手英文給你 怕你不懂看字 就寫到明是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再換一支斯里蘭卡旗給你 你知不知道 斯里蘭卡旗代表什麼啊 斯里蘭卡呢 就割釀了99年那個軍港 你好換不換 對好換正斯里蘭卡旗 是意味著香港這個地方啊 99年之後再遭共產黨覆滅了 那但是你說當局啊 動不動用到這個第43條呢 喂 大家買定離手啊 這裡 根據《香港國安法》 第43條實施細則 電子平台發布信息 可能危害到國家安全的話呢 就可要求發布人事 或者那個服務商移除 如不遵從要求啊 就可被罰款10萬元 監禁六個月 他監禁Youtube咯 Youtube哪個給他監禁啊 送個獎牌來給他監禁 行不行啊 而湯家驊就表示了 實施細則是取決於服務商的 是不是在司法領域之內 如果不是提控上面是有難度的咯 如果在海外的平台呢 那政府可以向法院就申請 發出強制令移除影片 那最後那句才是重點啦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 這裡是提大家一句醒的 即使Google沒有移除到 違法的影片 但是市民如果分發影片的話呢 就會誤墮法網的 也就是告訴大家 分發就不需要了 如果你在香港的管轄區 那但是呢 大家自己啊 即是你不需要分發一套影片的嘛 你可以分發個頻道的嘛 天天都有新聞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他從什麼渠道找到呢 除非你封網的咯 所以湯家驊變相就講了給大家聽了 所以要害怕的就是 如果你在香港的管轄區那裡 分發這些影片呢 就要小心點 那外國當然不在此限啦 就無乖符啦 你就是不作菜的咯 你走出去七攬啊 參加別人的球賽啊 人家有空 就播一下這些這樣的歌仔你聽 好像南韓那個實習生那樣 你是完全沒有符的嘛 大家不妨啦 嘩 武功就武功啦 武功蓋勢啊 走過去做一下那些暑期功各樣 啊 就播手這些這樣的歌給他啊 人家叫你跟Protocol做而已 沒有人說一定要跟Protocol做的嘛 給一首廣東話原裝 播了全手你聽 得不停的 那厲害啊 就是這樣講 好 今天講到這裡